你是不是这样画小鸟的 嗯...画得很好 下一次不要再画了 教你画一个简单漂亮的小鸟 首先起一个外形 用两个圆稍稍盖过一下鸟的造型 五官的位置比较小 需要用坚硬点的笔去画哦 听好位置之后 就可以把整体的绵暗交界的位置去找出来了 五官的位置用RB的铅笔去刻画一下就好了 这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甚至绵暗交界线 可以把暗部整体的加重一遍 把亮暗关系做出来哦 这样的体积感也会更强一些 树枝的部分 嗯...别画走 现在是重点哈 树枝的部分用10B的铅笔 用短线排线 把质感画出来 树枝的体积不能忘哈 整体的大效果出来之后 就可以用纸巾 整体的揉擦一下画面 接着拿出硬一点的橡皮 把毛发高光的位置提出来一点 注意要细一点哦 太粗的效果就出不来了 提牌之后 换一根HB 把毛发的感觉再强化一下 背景的部分也可以擦一点 变化出来 完成 你学会了没